这个国家曾短暂的存在过一百一十九年 前后经历过十位帝王 然而末代皇帝却在京剧之下 把皇位传给护国大将军 而后自役而亡 这个国家曾有无比强大的骑兵部队 最终却在放纵享乐中灭亡 被宿敌长驱直入班 或城破国 这个国家曾历迫辽于北宋 是靖康之耻的始作俑者 然而等到国破之日 得到的却是比靖康之耻更惨的下场 它就是金国 它是从部落发展起来的国家 在最开始名为女真族 最早是 女真族是辽国的一个附属部落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要兵器没兵器 只能靠着给辽国进贡海东性的稀罕物 来换取一些打猎用的长矛 可以说 女真族在明末就存在于记载当中 但那时的他们一穷二白 掌握的唯一靠谱技能就是打猎 发展到后期时 女真族已经彻底打通 各个关节要塞 能够通过贿赂 辽国商人 换渠道足够的兵甲武器 来武装自己 等到公元1115年时 蓝颜阿古达 彻底统一女真各部落 并在如今的黑龙江哈尔滨城地 至此 金国从一个简单的部落 发展成占据东北和北部的国家 凝借着强大的作战能力 金国的军队逐渐开始进攻辽国 并同北宋 定下海上之盟 联合共辽 公元1125年 辽国末代皇帝被俘 辽国灭亡 尝到了胜利甜头的金国 立刻将进攻目标转向宋朝 仅仅两年时间 金国又势入货竹般的攻破宋朝 不但四处烧杀响略 还俘虏了宋徽宗 宋亲宗 以及无数皇室宗亲 和其后宫嫔妃子女 造成了引起北宋灭亡的 金康之变 此时的金国空前强大 但他们不曾想到 一百多年后的他们 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以迎来比金康之变 更加惨痛的抱怨 宋朝和金国的仇恨 人尽皆知 也因此 在金国灭国的事件中 宋朝起到了 推国助澜的作用 那么 让金国彻底灭亡的主力 是谁 是蒙古 如果说宋和金之间的 仇恨是国恨的话 那么蒙古和金之间的仇恨 有一部分是家仇 成吉思汗的祖父 安巴海 曾经被金国宰相所骗 最后被以蓄意谋反的罪名 活活钉死在了牧师之下上 后来 在蒙古逐渐发展起来的过程中 金队蒙古4E70 不光抢占地盘 还让蒙古进贡金银珠宝 而且金队蒙古 实施十分残忍的减钉政策 兵的意思就是人口 所谓的减钉政策 指的就是 金每隔三年 就会派手下士兵 进入蒙古 商杀抢掠 男人和带成长的儿童 一旦被抓住 就会全部处死 而妇女和少女 则会被带回金变成奴隶 这可真是物理意义上的简定 金对待蒙古的态度 就像很多年之前 聊对待金的态度 只不过风水轮流转 当初作为附属国的金国 最后一举破疗 而多年后 被迫成为附属部落的蒙古 也将统一壮大 一举破金 轰轰烈烈的蒙金战争 从公元1211年 一直发动到了1234年 在这23年之间 这个由游牧民族 发展起来的小国迅速壮大 并联合起同样对金 抱有深仇大恨的宋朝 一同进攻金国 此时南宋心里也清楚 如果联合蒙古 共灭金国 那很有可能在未来 会迎来和北宋一样的命运 因为曾经的北宋 就是在联合金灭疗后 再被金修后算账的 但靖康支持的仇恨 让南宋依然决然选择 为金的灭国 添上了一把火 公元1234的正月十一 宋军和蒙古军 联合攻破金国都城 金哀宗在城破前一日 传位于将军完颜成林 而后自已而亡 城破之日 末帝完颜成林战死 自此金国灭亡 在金康支持过去107年之后 宋朝终于迎来了报复的机会 金国灭国时的惨状 更顺北宋被灭使 金康支持发生时 两代皇帝宋徽宗和宋金宗 被金人一路俘虏 押运回国 二弟的嫔妃和子女们 也在路上饱受折磨 昔日的贵族宗父 全部沦为士兵和将领们的玩物 女眷们甚至被公开拍卖竞价 宋金宗的皇后更是不堪羞辱 跳呼自尽 南宋建立后 宋朝并没有忘记这种耻辱 而是化悲痛为力量 在107年后 联合蒙古一同报仇血恨 在国破之前 金哀宗选择将地位 传给能作战的完颜成林 而后上吊自杀 在深陨之前 金哀宗特意嘱咐手下 要将自己尸体焚烧 以免受辱 可尸体刚烧起来时 宋军和蒙军就攻破了都城 从烈火中抢出了金哀宗的尸体 因为尸体只有一具 两国将领更是将金哀宗一分为二 带回国祭奠先祖 而临时继位刚三个时辰的王延成林 也在作战中寡不敌众 被乱刀砍死 成为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皇帝 皇帝虽然死了 但是皇宫后的所有女眷们 也没有得以逃脱 皇室完颜一族的所有后代 都被屠杀殆尽 后宫的嫔妃们 也被装进了马车当中 全部送给猛军享用 甚至连异国之后 都被士兵们轮流侮辱 并被划施划成长后图 金启鱼威莫 从附属部落一路发展壮大后 联合宋国面王辽 但多年后 他同样也被不起眼的附属部落 联合宋击破 这一切就上一场轮回报应 在107年之前 金国选择在宋国灭国后 杀害轻壮 抢夺金银 折辱皇室 并携大批俘虏北上 而在107年之后 等待他们的也是同样 更加狂暴的报复手段 辱人者 人恒辱之 而可怜的 永远是在战火中 饱受殃及的无辜百姓 就像张养浩所写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历史中 更着笔墨记载的指示 天皇贵宗们受到的折辱 而无穷无尽的百姓们 受到的灾祸罪中 只被印成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留存在史书中